这是大四的我 这是大二的他 当时还是医学生的我 和艺术生的他 因为一首男孩认识了 他当时因为家里破产出来助唱 我因为成绩不理想被拉到这消愁 经历一周的相处后 他觉得我很照顾他 后来因为这个小姐姐现唱一曲 我们第二天就合租了 这是我们租的第一个房子 虽然很小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饭 烤肉配具是常态 没多久就给他过了19岁生日 陪他一起去献了血 陪他一起去染头发 后来我们一起存钱 第一次旅行就去了泰国 没有吵架只有快乐 他也陪我看了我最后一场主持 后来疫情了 我们只能视频联系 一结束他就来到我的城市 找了份实习 在这个小城市又合租了 用蛋糕切块给他做了20岁生日蛋糕 他生日礼物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后来突然有一天就和大家认识了 你们见证我们越来越好 陪我们搬家到杭州 陪我们到北京 一起去看海 一起去环球 一起去公园 一起过节 一起跨年 如今的我们快走过三个春夏秋冬了 虽然两人还是会因为琐事而烦恼 但是不妨碍我们每天快快乐乐 此刻眺望远方未来的路还很长 故事还继续由我们书写 赶紧